在高雄有这么一间国小的大门旁边 就出现了有人 手拿玩具冲锋枪 朝行人来比划 旁边有小孩子正要上学呢 还好家长发现了大汗有坏人 警方上前压制他 结果发现不止这一把玩具冲锋枪 还搜出了四把刀 他到底要对孩子们怎么样 交车开到接送区 一名男子拿着疑似冲锋枪的武器 不断挥舞 吓坏了正要下车的学生和家长 车上的家长立刻大喊 有坏人拿冲锋枪 在旁刚好有远警正在执行勤务 立刻上前逮人 男子被逮的时候 机晨状况非常不稳定 警方担心是国小女童遭了割喉 引起了效应 询问后男子说 他早上要领钱 感觉陌生人要对他不利 所以才要拿枪恐吓 他怀疑旁边有陌生人要去恐吓跟踪他 所以他就拿这个玩具枪向路人来比划 事发当时早上七点正值学校的上学时间 男子站在人行道挥舞手中的枪 还好远警在场巡逻 立刻将嫌犯压制 并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四把刀子 还有一把短枪 经过检查除了刀子之外 两把都是玩具枪 还好事发当下 原警马上化解危机 但台北发生国小女童遭到割喉的案件 不只警方加强戒备 现在就连家长也是任人自围 借验红许是SAG小组 高雄报道